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发现我们这里有一座坚强山 山的心有一个很大的窟窿 就像被人掏空了一样 但是它一然坚强没有倒下来 就在这边,这山不是很大 现在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到了,这里就是这一座山了 村民说没什么事尽量少来 今天我也是中了胆,好奇心 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座山够坚强了吧 这已经打穿那边了 就剩这一点点,它就是坚强顽固 没有倒下来 怪不得村民说这里有一些危险 平时没事就最好少来得好 现在走到后面来看一下 这边有个小洞 哇,在后面是通了 哇,这里有个裂缝非常的大 这座山估计要不了多久 可能会倒下去的 看一下这个缝 哇,这里有很多蜜蜂来采这个花了 哇,这里有很多蜜蜂来采这个花了 看一下这后面通了这样的 哇,这里有很多蜜蜂来采这个花了 看一下这后面通了这样的 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发现 就是座座山的那个芯被掏空了 就是一个大窟窿在这里 它现在目前还没有倒 估计要不了多少年 山就会倒下去了 现在我们走下去了 在这里 久了不好 今天是什么情况 吓我一跳 这种我们这边叫金毯子 意思就是说用来装那个死人的这个骨灰 就是这样子 拿来这里盛放的 进来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在意 因为它用这个被柳盖住了 我也没注意到是什么东西 下来的时候我一看下面看这个坛子 我就知道了 怪不得村民说这地方尽量少来 就是比较阴的那种意思吧 好,现在我也就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